代 desde Rapto Ihnen 前后 有于我们及的文明 那么本师释迦模拟佛 那么本师释迦模拟佛 无上圣声唯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大家弥陀佛 我们看二十八页第一行 四尊在世时也被称为阿罗汉 就是圣者里面主要有所谓四双八倍 这个是从阿安经里面说的 如果是大圣经 后来的大圣经 主要就是讲六凡四圣 就是僧文 圆诀 菩萨跟佛 但是在阿安经里面 初期的般若经里面 也还没有菩萨的阶位 只是讲到 也是讲到四双八倍而已 后来大圣经典里面开始 就有很多菩萨的阶位 如果在南传的菩萨 就是说还没成佛 以前的菩萨都是凡夫 如果是南传的经典 没有成佛以前都是凡夫 那么在菩提树下正等正觉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成为圣者 那北传的话不是这样 就是后来大圣 不是这样 他是还没成佛以前 他就已经是圣者 他叫做一生补处 那从多帅天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是一生补处的圣者 那一生补处的圣者 他如果从大圣来讲 那么他就是超越阿罗汉 然后这个是不同的概念 那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 然而人的根性不同 虽同样的正德阿罗汉 阿罗汉也有多种不同 所以我们看 阿罗汉有智慧第一的 有神通第一的 神通里面又有神族通第一的 天眼通第一的 那么这个变化生第一的 周立盘头前 天眼第一的阿纳利 神族第一的穆建园 然后文师修这一部分 多文第一的是阿纳 那么议论第一的是嘉瞻元 然后论辩第一的是居吃罗 就是回答人家的问题论辩 第一的是居吃罗 然后能够广分别说一切法的 论义切法的 这个是嘉瞻元 那智慧第一的是舍利弘 那杜众第一的是迦流投影 就很多第一 就是每一个阿罗汉 你会发现到他 即使在戒定会方面 那么彼此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慈律第一 那么是幼波里 可是慈戒第一是罗霍罗 那么又不太一样 当然幼波里有时候也叫慈戒第一 不过如果分开来讲 幼波里是慈律 能够知道开车慈犯 他自己慈戒也很严谨 但是这个罗霍罗密恨 密恨就是为细戒 小小戒他都慈得很好 那所以他也时候被叫做 他密恨第一 有时候也叫做慈戒第一 那戒定会这一部分 那定就跟神通比较有关 那这个是阿罗汉虽然都是圆满 虽然都把烦恼断建 但彼此的能力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甚至有一些阿罗汉是没有神通的 那所以这一部分 也是为什么后来 佛跟阿罗汉不一样 这个在佛地址里面就引起讨论了 一样都是阿罗汉 阿罗汉是最究竟位就阿罗汉 佛也是阿罗汉 这里就讲到佛也是阿罗汉 可是佛毕竟跟阿罗汉不一样 那所以阿罗汉不能叫无上 阿罗汉是从生死解脱讲叫究竟 但是他不是无上 只有佛才能叫做无上 所以阿罗汉是正等觉 佛是无上正等觉 这个就明显不一样 所以大圣佛法后来 既然都要修行 为什么不成就像佛这样的修行 所以开始有所谓的菩萨道 佛要成佛以前叫菩萨 佛到底都修了些什么 才能够再超越这么多阿罗汉 阿罗汉有智慧第一 有神通第一 有说法第一 佛罗那 有论意第一 加瞻言 有达辩第一 据赤罗 那么 有达辩第一 有杜众第一 加勒佛 可是跟佛比较起来 这些都是小屋见大屋 牛姬水跟大海水 毛孔空跟太虚空 这个荧光跟日光 差别很大 所以才会有后来所谓的 佛到底跟阿罗汉的差别在哪里 在阿罗汉经里面就有讨论到这些 佛跟阿罗汉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 十四五位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那么 这个四五位 十八不共法 这种种这一些差别 慢慢慢慢大家就觉得 那既然都要修行 那么以佛为模范 不只是要得解脱 要向佛看起 像佛这样殊胜 就慢慢有菩萨道出来 那就会探讨 那到底佛 佛跟阿罗汉不一样 果不一样 因一定不一样 因一定不一样 那佛到底具足什么功德 才成就像这样的殊胜 就去探讨 那每一个部派探讨出来的 波罗蜜是不一样的 波罗蜜就是菩萨要行的行道 那么如果是解脱的话 就戒定会就可以了 戒定会寒瓜三十七道品 就是三十七道品 合起来其实简单讲就是戒定会 当然它也可以在寒瓜更多一点 就是解脱到佛说的方法里面 那么以三十七道品来寒瓜一切解脱到修行所具足的资料 我们说三十七道品是不派所寒设的 是归纳的 把佛说过的法归纳的 那么其实除了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才七类而已 我们说过三十二五一七八 四年处是正寒四如一组 五根五立 七绝之八正道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的 还有 比如说七车巾里面讲的赤地 四欲流之的赤地 阿纳力八大能力的赤地 那么七圣才的赤地 其实还蛮多的 那但是这一类是归纳比较多的 那像大圣的话基本上 那比如说我们讲中道的话 那就是你要修行的赤地 可以说有三十七道品寒瓜在里面 三十七道品由八正道寒瓜 八正道寒瓜三十七道品 就是说八正道其实就收射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道品收射一切的一切的道品 就这样 那八正道又寒瓜在 又收射在戒定会里面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这里讲到 他说现在探讨佛也是阿罗汉 然而人的根性不同 所以同样的正的阿罗汉 阿罗汉也还有多种不同 那这里主要是两大类 如果要说的话 那像中阿罕或布派后来讨论 有很多种阿罗汉 甚至有所谓退法不退法的阿罗汉 就多了 那但是这里主要就是两种 经上说 这个阿罗汉有外道虚身 这个虚身是一个年轻人 很聪明很伶俐 那多稳 那么外道因为佛法新盛之后 就佛弟子各个 各个都很厉害 那么所以 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多人信仰佛教 那么信仰佛教他就供养在佛教 所以外道就 就会慢慢慢慢觉得 这个佛法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大家都去信佛啦 没有人信我们 那也没有人在他们的团体出家 所以他就深感威胁 他就派一个年轻人 这佛法到底讲些什么 然后派一个年轻人去学习 学习了之后 然后把佛法讲的也拿来讲 我们也拿来讲 你不用去取谈那边 我们这边就有我们也教 那么佛法如果你有讲不好的 就拿来批评 讲的好的我们也拿来用 然后就要吸引一些信徒 主要是这样 那么找来找去 要找一个比较能够学习的 因为以前没有书啊 你去听就要记起来啊 你要博文强记啊 不然你去听一听 突然忘记了不知道讲什么 那也没有意义啊 所以要找一个 那么学识比较好的 年轻的博文强记的 去混在里面学习 这位叫做虚身道法 就是他来学习佛法的动机是不纯正的 他是为了把佛法里面讲的 然后自己来回去跟他们讲 然后我们就是他们也可以拿来用 也可以拿来讲 然后如果有讲不好的 我们就拿来批评 那么把信徒再拉回来 或是让很多人来跟我们学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 他说 在佛法中出家就派虚身去 大家 这些外道联合起来 想一想 因为释迦佛变成是他们共同的威胁 佛教是最后一个成立的 比算是在六四外道之后才成立的 佛陀成佛成立僧团之后 成立僧团之前六四外道已经在了 六四外道已经在了 所以佛教可以说是信心宗教中的信心宗教 六四外道都是信心宗教 传统宗教是婆罗门 婆罗门是传统宗教 然后开始有一些反婆罗门的 那么以差地利为主的 开始反婆罗门 那 反婆罗门主要是王者城那一代的 就反婆罗门的 那开始成立 因为反婆罗门就反婆罗门的三大纲令 这个我们应该有说过 就是济世万人 废头天气 婆罗门至上 那开始宣扬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修行方法 那婆罗门是为了要升天的 那升天就得解脱了 那这个 这一些信心宗教当然讲的是不一样 那并不是升天就解脱 升天也不能得解脱 或者讲根本就没有解脱 就六四外道 那这个比如说阿奇多是唯物论的 富兰娜是无因论的 那么 墨且里是宿命论的 就大家讲的不一样 那宁建子是苦行离析论的 那这些不一样的他基本上就是 都是反婆罗门的 那释迦佛基本上也不认同 传统婆罗门的宗教的说法 也不认同 所以 但是这一些外道里面 就是这一些信心宗教里面 那么释迦佛取坛西达多德 取坛沙门 又是其他外道的威胁 所以这些外道就联合起来 看有没有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殊胜的年轻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外道 可能是有一些外道联合起来 然后希望能够去学一些 看自取坛沙门 就是佛教 到底都说些什么 到底都学些什么 我们也可以拿来用 也可以拿来教育我们的 这些信徒 也可以吸引我们的信徒 彼此你知道 让他们不要去取坛那里 所以就派虚生 虚生也不负重任 他确实也年轻 他就去 可是他去了之后 他听到佛法 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所以正果 所以他就出来联合 然后佛陀就跟他说 才有虚生道法这件事 好 所以他这里说 他目的在道法 以便融色佛法 张大 外道的教门 那么 其实这件事在 这件事在佛灭后 也发生 后来婆罗门教复兴 他们就吸收佛教的道理 吸收佛教的道理 来充值他们的教育 所以后来佛法跟外道有一些相近 就好像中国也一样 道教其实加了很多佛教的东西在里面 那么即使像一贯道 他也这样 一贯道最高的上面叫做什么 叫做无神老母 这无神是从佛教最高的境界 无神来的 阿罗安政无神境界 他其实是 就是说他也吸收了佛教的一些道理 那么在印度在佛灭后 在初启大圣跟布派的那个 那个年代差不多那个时候 那么其实很多婆罗门教 他也改革 他后来也吸收了很多佛教的教理 所以像六派哲学 他里面其实讲的跟佛教是蛮像的 废坛多 废坛多 看起来也像中观 废坛多 弥漫叉 那么瑜伽 就是这些素论圣论 其实里面都有很多跟佛教讲的很相似的东西 就是说在六派哲学那个时代 他讲的很多理论 其实里面已经有很多类似像佛法的东西在了 那慢慢慢慢 就是说这些六派哲学是 六派哲学是继承婆罗门的 虽然讲的不一样 不是继承婆罗门教的 六四外道是反对婆罗门教的 这两个是不一样 不过六派哲学里面 已经有很多类似像佛法的东西在里面 那所以这个像龙树菩萨他就对于六派哲学里面讲的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素论圣论这些东西 错误的地方他拿出来讲 那这个 这个佛法 佛法后来因为一直慢慢变成哲学化 玄学化 那么神学化慢慢变成这样去 那所以开始信佛的人就不多了 那其实佛教慢慢慢慢没有的时候 佛教为了拉住信徒 就是说外道为了拉住信徒 为了吸引信徒 开始开始吸收佛教里面有道理的东西 那佛教开始为了吸引信徒 就学习外道那些法会仪式的东西 特别是佛罗门教 就互相吸收 可是他吸收的是佛教的义理 可是佛教吸收的是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法会仪式 那意思那一些就是让人家信心 或是让人家这个欢喜这边东西 比较属于世间西谈的东西 比如说你念了这个咒 你就可以灭多少罪 你这个送这个经 你就可以多少福报 可以超度多少众生 这个都是原来佛罗门的说法 祭世万人的说法 然后慢慢慢慢 原来佛教没有这样的 后来佛教为了 也为了 因为你讲的越高理论越深 那么大家越不能懂 就慢慢慢慢就不去学了 你今天来了十个人 来了一百个人 我在学习佛法 过了一个礼拜 剩下二十个人 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 剩下十个人 过了一个礼拜 剩下三个人 为什么 听不懂啊 学不会啊 那没办法 因为那么深啊 你想想你如果 你如果今天来讲成为世论 跟你讲普门评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 为什么会有 那为了佛法 后来有一些为了 为了能够 布派佛教 就发展到这个城市 那为了能够 像吸引一些人来学佛 就开始 因为大家都去 佛罗门那边华会嘛 就开始也办这个 然后慢慢也用佛罗门的方式 来接引众生 那佛罗门里面 本来他就有这一套啊 本来就有这一套 但是他开始用佛法里面 他欠缺的就是道理 他欠缺的道理 他开始吸收佛教的某些道理 也来涉受某方面的众生 那你看佛法后来就慢慢慢慢 佛法后来慢慢变成 就是跟佛罗门一样 那佛罗门跟佛法佛教差不多一样 那佛罗门是最高 佛罗门是原始的宗教 传统的宗教 那么后来就变成佛教 是从佛罗门教出来的 佛变成是佛罗门教里面 彼斯姆的一个化身 那就开始这样 那慢慢慢慢佛法就怎么样 就开始没落没落了 因为我在那边也是拜 我在这边也是拜 我在这边也是加持 我在那边也是加持 我在这边也超度 我在那边也超度 可是佛罗门教是最原始的 而且他们做得更殊胜 为什么 这个是他们的专场 他们就是靠法会起家的 就是祭祀 祭祀万人 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唱得好听 然后花样很多 这些就吸引众生 慢慢慢慢 慢慢佛教就开始 变得跟佛罗门教一样 这个其实在历史上 你如果看到最后一章密教的 那你就会发现知道 那你在看到地 从大圣开始 布派 后期大圣 然后瑜伽大圣 你就知道 不中观为事 那你就知道 到了这个时期 大家学习佛法 佛法变成是知识分子才能学的 你没有一点知识 你没有一点智慧 你没有一点逻辑 你才真学不了 学都学不会了 修要怎么修 真的 这个后来就变成 它变成是 变成是一种 一种知识分子的专利 一般人学不来 学不会 然后慢慢慢慢 为了吸引 又开始 后来佛教就佛罗门教化 就是密教 密教其实就是 一半以上基本上都是 佛罗门教的东西的 那么 所以 观念 包括修行 仪轨 基本上都是佛罗门教的东西 原来佛罗门教的东西 所以 这个佛教史就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佛法 你没有 你没有坚持佛法的正统 没有坚持佛法的殊胜 没有坚持佛法说的道理 那么 慢慢慢慢慢慢 就 大家都一样 像 在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到了后来 奴士到 三教合一了嘛 你也可以用 奴家的来解释佛教 也可以用佛教的解释奴家 那么都通 都通 所以 后来慢慢慢慢就 没有什么差别了 那久了久了就变成 妈祖就是观世音 如果现在来讲 圣母玛利亚就是观世音 他只是献不同的像 观音菩萨不是有三十二像吗 他到西方就变成圣母玛利亚 到了东方就变成 到了东方的中国 就变成妈祖 到了西方的地方 就变成圣母玛利亚 那在印度他就是观世音 反正就是这样 讲来都一样 那上帝在西方叫做上帝 再回家阿拉伯叫做阿拉 然后在这个印度就叫做佛 西达多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是后来慢慢慢慢发展的 那其实这个都是因为不懂佛法的原因 好 我们就讲底下看 讲到虚身道法 那么其实在后来就是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佛法的意理 然后回去讲的 那这一部分其实在佛灭后的这个 这个位就是出其大圣的那个时代 其实也是有的 那反过来讲佛法为了吸引信徒 反而去学习婆罗门教的 祭祀万人 废陀天启 婆罗门至上这种观念 三大纲令 所以外道往上走 佛法反而往下走 我们就好底下看 他说 长老比丘告诉虚身 他这个是什么样呢 就是虚身进去学 学了不久有一些比丘来跟他讲 因为他学的就是佛法的就是界定会 一定发会 一会得解脱 那这个是一般的教法 要正念正知 要先有正念正定 然后才能得正觉 才能得解脱 那可是这些比丘 就是跟他们一起去学的 他们有一群人 有几个来跟虚身讲 我们已经证得阿罗汉 我神已经犯了你所做一半不受厚有 这个虚身觉得很奇怪 你们有出产二产三产四产的经验吗 他说没有 没有跟他所学习的 要有定才能发无漏会 那你没有定 你怎么可能正无我呢 你的会是有漏会 是闪心的 你怎么可能的 那些比丘就跟他讲 说我们是会解脱 所以我们说 这个阿罗汉的解脱有两种 主要是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所谓的 心解脱 心解脱跟会解脱 那这两种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心解脱阿罕经里面说的就是 这里主要是说 无名父爱结信 或是无名所父爱结所信 然后长夜轮回 无名断者 无名所父 所以你才会怎么样 长夜轮回 就有生死 那么无名断者 无名断者 会解脱 无名断叫做会解脱 爱结尽 就贪爱 爱结尽 叫做心解脱 这个是一种 这个是一种 另外一种 是所谓的会解脱跟拒解脱 这两种是不太一样 那么已经正阿罗汉了 会解脱必然心解脱 就是无名跟贪爱 是最后断的 五上分解 阿罗汉五上分解 五上分解断 色滩 无色滩 掉举曼 这个是五上分解 这个是五上分解 断五上分解之前 他五下分解已经断了 五下分解就是身见借俊齐移 身见借俊齐移 借俊齐移 以浴滩 跟蹭 这个断了 那这个是 这个叫做五下分解 五下分解断 你就不来遇见 遇见的生死就断 遇见的生死就断 下是遇见 那么这个是五上分解 五上分解断 色无色戒的生死就断 这个是断遇见的烦恼 这个是断色无色戒的烦恼 那么这个就三戒 三戒的生死就断了 遇见色戒无色戒 所以就出三戒 就不轮回了 那就已经断了 那这无名断 这个是贪 遇贪 色贪 无色贪 这个是贪 这三个是贪 那么这些都可以叫做无名 无名所 因为无名就是无知 生贪 生贪 生贪是最初的无名 生贪是分别我贪 无名是聚生我之 浴滩跟撑也是 浴滩是跟撑相连的 有浴滩就一定会有撑 有撑一定是有浴滩 浴滩色滩 浴滩色滩 如果你没有浴滩 你调浴色滩 你到了色界无色界 你撑也不现行 撑不现行 但是他没有断 如果你不是三国的圣者 你到无色界 你都没有啦 你哪有撑 浴滩也没有 但是他没有断 如果你是圣者的话 三国的圣者 那么他浴滩断掉 撑也断掉 那这个是聚生我质 这个是分别我质 那其他都是因为这样而有的 这个是因为你有借取借 这个就是你对正确离苦的方法不知道 那你非因计因非果计果 非法说法法说非法 那么你的心不够有定 有掉矩 慢事跟无名 慢事跟无名相连的 那心没有这个定 掉矩 那这些 这些基本上就是寒瓜所有的 寒瓜所有的烦恼 五上分解 五下分解 那他有很多种归类 比如说五历史 五顿子 身见 边见 邪见 见 取见 借君取见 这是一类 贪嗔之慢疑 这是一类 那么有很多种分类 那么主要我们现在讲阿罗汉 那么阿罗汉 这是一种 心解脱 爱解禁者心解脱 就是说他无名断的 无名已经断 最后的无名断 爱解一定断 爱解一定断 那么爱解禁 色滩路色滩 浴滩 这个禁 无名也一定断 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一起断的 所以这个是阿罗汉 但是从不同的角度说 一会得解脱 一心得解脱 那么心里面也有慧 那现在讲的慧解脱跟拒解脱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慧解脱就是没有根本定 没有根本定 通常 通常如果依大圣的来说 它有两种 一个就是味道地定 这个是不派说的 味道地定 另外就是定光定 就是刹那定 定光定 一念心相应 那定是相续的 这个味道地定基本上 道地定基本上 我们说九柱心 正念跟正定 正念之后有正定 那么正念就是我们的心专注 定的一个特性 那比如说到了出产 根本定是从四产八定 根本定是四产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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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社界的定 玉界没有定 所以这个叫做玉界定 味道地定又叫做玉界定 那么 但是它不讲定 因为玉界没有定 所以它叫做住心 或是心住 那么定 比如说出产 寻世喜乐一心 它定的状态就是一心 心一尽性 心一尽性 这是它的 它的一个主要的 主要定的一个内涵 心一尽性 那么社界跟无社界 那么社界有四产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那么无社界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非想非非想 无社界 空无边 四无边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非想非非想处 简单讲是这样 详细讲 详细讲 中间还有一个中间定 前面有一个净分定 但是我们简单讲 这个是出产 这个是二产 这个是三产 这个是四产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那么这个叫产 也叫做定 也叫产 也叫定 根本定 所以它叫做产 但是它也叫做定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离喜妙乐 那么 这个是不一样的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 那这个不叫产 这个不叫产 因为产是私为修 产是净律翻作净律 私为修 但是这个定很深 这个定很深 这个定很深 它没有 没有那一种 没有那一种思维 就是无形无事 这个其实上去就无形无事 但是还叫做禅 禁律 那么到这里 它 它不能叫做禅 它只叫做定 它只叫做定 它不叫做禅 这里能够设界的 既是禅也是定 所以加起来就是四禅八定 我们叫做四禅八定 那四禅八定 里面 这七个 这七个 能够引发无漏肺 这七个能够引发无漏肺 叫做七一定 依这七个引发无漏肺 那么最重要是四禅 比较容易 那其他的也可以 其他的也可以 但是没有这个就不行 但是虚声说它是会解脱 那么表示它都没有 它连出产都没有 出产二产三产四产这些都没有 这个不行 这个不能引发无漏肺 这个反而会有障碍 所以你如果修到这里 你要退到这里来 那么引发无漏肺 这个定比较深 这个定比较浅 这边定比较浅 这边定比较深 智慧都要很高才能够什么 就是一般这里是定会均等 比较容易 定会均等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引发无漏肺 到这里定太深 反而障碍那个智慧 官啊官不来 这个是指 这个都是指 但是指要修官 你要官无我 你不官 你心太定了 没办法起官 那没用 所以这个不能引发无漏肺 但是你还是要修到这边来 修到这边来 然后退到 你可以退到市场 引发无漏肺 那你到这里也可以 这里也可以 这个都可以引发无漏肺 但是这里的定没有那么 定太浅 这里定太深 这里刚刚好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 你自己要知道 你自己要知道 我到哪里 到哪里 到哪里 那你的心力 那如果你智慧高的话 那么都可以 在哪一个都可以 那一般人是这样 这是佛教的修法 教法 那 屈生去那边学 也是这样学的 但是这一群人来 所以说 他连定都没有 社界的定都没有 那修定就开始要先离遇 离遇 就离遇界的心 好 他都没有 可是他又正阿罗汉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他不太相信 所以这些人就跟他讲 我们是会解脱阿罗汉 好了 会解脱阿罗汉 就从这里开始来了 所以这里就变成 这个聚就是什么 定会聚 聚就是有定有会 定就是这七一定 定就是这七一定 那会 会基本上就是有无我的智慧 那这个会就是没有定 没有定 没有定 但是你说定 那怎么可能呢 还是有定 但是他不叫做定 所以他叫做未到地 未到地定 或叫做住心 欲界定 欲界没有定 所以他不叫做定 他叫做什么 他叫做 这个叫做九次地定 定里面主要是九次地定 应该 所有的定里面 定 定 这个无色界后面 这个都是法国 这个是共事间的 这八定 四禅八定 是共事间的 四禅八定 这个是共事间的 这个根本定 是共事间的 有一个不共事间的 圣者定 不共事间的 就不是凡夫 这个是共事间的 外道也能 四禅八定 但是不共事间的是什么 灭禁定 而灭禁定 还不是一般人可以录的 只有三国跟四国的圣者可以录 如果你是出国二国还不行 三国跟四国的 那么可以录灭禁定 但也不一定录灭禁定 像这个慧解脱了就没办法 他连出产都没办法 那么加起 根本定四禅八定 这个叫做四禅八定 那么四禅八定 再加上灭禁定 加起来就是九次地定 这个根本定是四禅八定 再加上灭禁定 加起来就是九次地定 其实是这样 那么会解脱阿罗汉 他没有 这边都没有 没有 但是也得解脱 你说 他闪心能够得解脱吗 没有 那个心不够有力量 但是你要得定 得九次地定之前 他有所谓的九柱心 所谓有九柱心嘛 就内柱续柱安柱 内柱 刚开始修 续柱 我稍微写一下 内柱续柱 一 九柱心 九柱心又叫做九心柱 一样 安柱 到这里基本上都是在 让心 专注而已 那么进入 那开始可以调腹了 这里都是控制 让那个心专注而已 那么调腹 那么急进 开始新进入专一 心理尽性 但是还没有真正进入丁 还没有 急进 最急急进 专注于去 专注于去 开始类似有心理尽性这种特性 但是还没有真正得定 然后后面是有等池 等池就是任运 你不用刻意作意 他就会专注了 但是还没有进入出场 没有等池 那这个就是九柱心 这个叫做九柱心 就是 这个可以说是正念 然后正定 那么你 你至少 我相信应该是在急进 最急进这边 那么 你 那个时候关 这个就是未到地定正 就九柱心 这个还在御界 他还没有 九柱心就是九心柱 是一样 那么这个都还在御界 你从等池进入出场 出场前面有个禁分定 这个也有可能禁分定 进入出场的禁分定 但也有可能不是 因为我们也还不是 因为有很多种说法 那么但是这个九柱心 后面就九次地定 那 他说 这个会解脱的阿罗汉 第一个是要有未到地定 那如果是未到地定 那至少应该是从这里 因为这里以前都还不行 从这里之后 那应该是在这里 或是在这里专注于去 这个时候引发五六慧 那这个是相续的 助心就是 我们的心是这样的 插那身插那面插那身插那面 这个是心 那么前念后念相续 这个叫做意 作意 那这个意相续到一段期间 那么他就是有所谓的定 那么前念后念相续 那专注 就在一个禁上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才有力量 不然你闪心就没有力量 心之所以没有力量 主要第一个暗昧 暗昧就没有力量 所以叫分层嘛 他就没力量 第二种就是散乱 就是调局嘛 所以修订最主要的是要离散乱 跟什么 调局 你心攀岩太多 想这个想那个 妄想纷飞 你就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那个官没力量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第二个就是暗昧 就昏尘 睡觉 暗昧 这个也没力量 起不了力量 你就昏昏沉沉 你也起不了力量 所以 昏尘跟调局 远离了 你的心相续有力量 这个时候 你有缘起的智慧 无常的智慧 无我的智慧 去做完 那么他就可以引发五肉灰 你官色如巨默 色如水泡 想如样 愿行如芭蕉 事如旺旺 你官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个时候屈辱我 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的心要先经训练 若一日到若七日 这样训练 那会解脱的阿伯 第一个 就久住心 久住心 可能是在后面这几个 急进 最急急进 专注于去等辞 这里引发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要在这里 这里之前不行 那么这个内注一开始 我念佛 我观无息 出息入息 数到三 又想到 我昨天好像答应了 谁要去哪里 又乱掉了 又回来回来 就观出息入息 我现在出息怎么这么粗 又乱掉了 就这样散乱了 所以这个是内注而已 就慢慢慢慢训练到这里 就是灯池啊 你不做意 你刻意 它就自然有点心专注 这个时候还没入定 那过去就是定 四常八定 那么一般来讲 这个七一定 才能够引发五肉肺 但是大胜的话 大胜的话 其实是以汇解脱为主的 大胜比较重汇解脱 那么基本上 比如说这个九柱心 心一进心 就是心专注 那么甚至是电光定 电光定就是一刹那 打雷这样一刹那 但是他的智慧非常有力量 智慧非常有力量 所以他在那一刹那 他就误得了 但是他平常的心就保持在 不是定的状态 但是就保持在专注的状态 平常就这样保持 平常就不是很散乱 那么这个时候 他一刹那 一刹那电光 就是这样一刹那 相应 他就可以怎么样 他就可以断 断这个五米 那么这个是 慧解脱的一个 一个说法 就是慧解脱跟聚解脱 那聚解脱就有什么 就有定 那定会引发神通 所以聚解脱 基本上有三明六通 有神通 那慧解脱是没有的 慧解脱是没有的 那 所以这个在比丘比丘里面都有 有一些阿罗汉是没有神通的 因为他没有定 没有定 不能引发神通 那定最重要的就是调伏烦恼 调伏欲界的烦恼 调伏欲界的烦恼 因为你有定 你那个欲乐更殊胜 你不会执走世界粗糙的武欲 不会 你身心清安 你不会去执走世界的武欲 你身心的享受更殊胜 所以定他会调伏 他没有断 但是他调伏 断要智慧才能断 然后他可以引发神通 可以引发无肉慧 这个是定最主要的功用 调伏烦恼 引发智慧 引发神通 所以 大波罗汝听里面就讲到这个 我应引发殊胜禁律 由知发起殊胜神通 知诸众生 心形差别 那么说说法医 就跟他讲 知道他们的善根差别在哪里 神通就知道 神通最大的功能就是 可以观察这个众生 过去一生修些什么 现在生适合修什么 他的烦恼 他的业哪些比较重 哪些比较轻 他有些什么善业 有些什么恶业 他知道 就是完全知道这个人的状况 可以对症下药 所以知道众生心形差别 收受法药 令女二气生死重苦 然后自己可以调伏 又会调伏自身烦恼 你烦恼轻 你就是众生的福点 又会调伏自身烦恼 又有群众做禁福田 然后看任引发 我要写下来好了 我要念你们老师不知道 那么 这个是我们先讲到 就是所谓的 会解脱 心解脱这一部分 我把这个 定的最主要作用 跟大家讲 这是大波勒经里面的 他讲到你要修订的时候 你都念这个 你念这个 然后你开始修订 你修订的意愿 大波勒经 不晓得哪一卷我不知道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念大波勒经 第三遍没有念完 然后看到这一段很好 就把它背起来 每次打坐的时候都先这样做意 所以就很熟 我因引发书胜禁律 这个是玄奘翻译的嘛 所以他发 甚至我引发书胜禁律 禁律就是禅 禅定 书胜禁律 得这个定 我因引发书胜禁律 由知法起施胜成痛 蜘蛛众生心情差别 知道众生的心形 也是根基 有些什么不一样 收受法药 然后告诉他们 你适合修什么 你应该修什么 你应该修什么 告诉他们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应以合法得度 极说合法 就讲这个 收受法药 说这个做什么呢 要度化众生 这个真的是在超度众生 要收法才能超度众生 让他们能够修学 得到这个法医 收受法药 然后令离二趣 生死重苦 第一个要让他们先离三二道 所以佛法的三个阶位 先持戒 让他离三二道 修定 让他离遇戒 修慧 让他出三戒 这基本上是这样 令离二趣 生死重苦 第一个要先离三二道 然后才能离三戒 那么中间要离遇 离五遇 那这个要离五遇 杀到淫化 离五遇 然后再离五遇修定 然后官吾我 那么 这个得慧 出三戒 那么 令离二趣 生死重苦 生死兼有种种的苦 验政会爱别离求不得 轮回的苦 还是种种苦 我应引发书胜禁令 由事发起书胜神通 知诸众生心情差别 说说法要 令离二趣生死重苦 又未调福自身烦恼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要有神通 那么神通能够 应以合身得度极限合身 应以合法得度极所合法 那众生能够怎么样 离苦得乐 又未调福自身烦恼 把这个讲完 于有群众做敬福田 你就清净 清净谁供养你 谁就得福报 谁相信你 谁就得利 所以佛是行福田 行走中的福田 谁恭敬佛 谁就得福报 谁恭敬舍利佛 谁就得福报 谁定立舍利佛 谁就得福报 谁供养佛 供养舍利佛 目见也就是行走中的福田 那么 你又要成为众生的福田 于有群众做敬福田 能够让众生得利益 所以你看那个佳慎 怜悯那个贫穷的人 所以他专门去给贫穷的人 希望贫穷的人 可以因为供养他得到福报 未来得福报 你不要说 他去给那个贫穷的人供养 他有福报 不是 那个贫穷的人供养他有福报 他觉得他们修到这里来不容易 要继续修 那么以后 不然 不然你以前那么努力 听佛法修学来 这一次不修 以后就没有了 都是慈悲 但是不平等就是了 与有群众做敬福田 堪认引发一切自治 这是第二个 堪认引发一切自治 能够引发无肉慧 能够引发无肉慧 一切自治就是成佛的智慧 就是能够得解脱 能够得佛智 你看他就是三个 那么得了神通的定有三个 第一个 引发神通 这个叫做引发神通 第一个是引发神通 引发神通 引发神通 引发神通做什么呢 因为菩萨道 有神通就比较能够利益众生 知之众生心 请差别受受法要 第二个调腐烦恼 调腐自身烦恼 因为你不能调腐烦恼 你自己 调腐烦恼做什么呢 为众生做敬福田 因为你要布施之间 你要利益众生 你要度众生 佛法里面菩萨要度众生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要跟众生有缘 你要能够让众生信受你 你要跟众生有缘 所以你要 重点是要你调腐烦恼 能够引发神通 能够调腐烦恼 那能够怎么样 能够 能够引发无肉慧 得无肉慧 无肉慧 智慧 而且这个智慧是清静的智慧 就能够得解脱 能够得解脱之 引发无肉慧 就这三个 那你把它背起来 你要打坐的时候 你就这样念 习惯了 我也是习惯了 就不要念 就习惯了 再服演就这一段背 我引发苏神经历 尤词巴尔斯 你念很快 然后一下子就开始进入打坐 就座义 那个是修订 我们先下课 是什么 cryst 我感谢欢迎兜灌